下面单续讲 刚刚咱们用反射个D 咱们判断了一下数据的范围 那么接下来我又来了个需求 我接下来想让用户数据是什么东西 我想让用户这个地方可以 只是假如说以后数据激情 拍了数据激情A,数据激情B,数据激情C 又可以数字 又可以数字字母 那怎么办 在中国号里边 这个位置 你如果接下来想让用户数的是数据激情1到8 那就是1-8 你还想看数据激情什么呢 A,B,C,D 那怎么做呢 A,B,C,C,D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它有反馈者 那么它批评到了是否是这个数据呢 咱们直接是group 咱们去看一下 大家看数据激情8 如果接下来把它换成数据激情A 我这假如说A 有,数据激情B 大家看 是不是也没问题吧 C,D都可以 来咱们试一下D 然后再试一下E 就是没有那个 就在这个中文号里边 我是不是只写了A,B,C,D 我没有写E A,B,C,D,E 我试一下A,B,C,D,E 走 大家看 数据挂了吧 那么这就验证了什么呢 在中文号里边 你不仅可以输数字 还可以输数字和字母的组合 那么这个时候同学们 这个可以等价于怎么写 A到A到D 是吧 A到D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想要判断的是 所有的字母都可以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变成了A做什么 A当Z 是不是就是给哥们收集出来了吧 那么我不仅我判断小写字母 我还判断大写字母 大写字母E也可以 怎么做呢 换成大写字E 怎么做 大写字A A杠大写的Z 你听懂了吧 来接下来回评 大家看 小写的E也可以 大写的E也可以 是不是这个判断了小写字母 这个判断了是大写字母 这个判断是蛋字母 然后这个是判断了数字1到8 没问题吧 都可以直接放在中文号里边 切记 不管中文号里边你Z怎么写 只取一个 你听懂了吧 只取一个 你只要是这个范围里就行 你是不是1到8呀 不是 那看看你收不出小写字母 不是 你是大写字母 不是 如果都不是怎么的呢 都不是你赶紧滚吧 都不是你还在这干啥 请问是这个道理是吧 不是这个道理吗 打仗的时候 你是哪个国家的 你是卫国的吗 不是 你是造国的吗 不是 你是哪个国家的 不是 不是你散开 是吧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那么 中国号里边东西切记一个缘子 只匹配一个 反射跟地 匹配一个 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 匹配蛋格子 那么除了我刚给大家讲解的 像匹配中国号 匹配反射跟地 谈和有呢 这些东西 那么咱们先说最后一个 叫什么呢 反语下个W 反语下个W 这个W翻译过来 就是什么意思呢 Wall 就是词的意思 那么对抗 如果我把这坨 我把这坨 我把这坨 这个我现在 我换个行 换个行 咱们一式隔开 换几个行 咱们隔开 如果我接下来 在这个位置呢 想要干一件事情 把这个中国号里面的东西全抹掉 全抹掉 反语下个W 好了 大写这么可以 来 小写这么可以 来 数字 来个4 没问题吧 都可以 那么这个反语下个W 它的范围呢 就更宽广了 反语下个D 是匹配任意一个数字 中国号里面写什么 判得什么 反语下个W的范围很宽广 它可以等价于什么呢 这个 小写字 这个 大写字 这个数字 请问 这是啥意思啊 下滑线 对 咱们试一下啊 如果我这个地方呢 换成下滑线 大家看 是不是依然匹配出来了吧 那么它不等 它不包括什么呢 比方说我来个等号 它没有吧 你看 我来个 我来个什么呢 我来个碳号 是不是它也没有吧 所以说 反语跟W 理论上讲 它就匹配了 小写字 大写字 字母 数字 下滑线 其实你没发现 就是咱们原来所说的 要求定义变量的时候 那个规范 因为字母 数字 下滑线 请问 是不是它呀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呢 都包括 但是呢 稍微有点尴尬的是什么呢 这个反语跟W 它支持一些其他的语言 比如说中文 你懂我意思了吗 这个反语跟W 它现在呢 因为它现在都是 一般都是unicode 是全球都包括了 所以说呢 你这个反语跟W呢 它不仅可以写中文 可以写日文 可以写俄罗斯那种语言 甚至是什么泰国的都可以讲 OK 那么一般情况下 同学们 这个反语跟W 请慎用 你听懂了吗 范围太宽广广了 不是警号 不是太号 不是问号 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外 因为这么数字下关键 语言都可以 都可以 这是反语跟W 那么到现在为止 中文号说了 反语跟D说了 反语跟W 是不是也说了吧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反斜杠S 反斜杠S 是一个什么呢 空白字符 空白字符 来同学们 看了我这 换这个回车 如果我这个地方 想让用户输一个 速度与激情 12345678 还是我说那个数字的那种 但是我想要求用户 在输入数据的时候 速度与激情 后边的数字之间 隔上一个空格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你敲上一个空格 换成反上个D 来同学们 那么是否也意味着 将来用户输入数据 敲上一个空格 后面是不是将来 输上一个数字吧 你们发现这个地方 是不是空了一个空格 我在这个地方 空了一个空格 那么将来用户 这个地方 必须要输一个空格 那么我想要求 规范什么呢 用户如果是 速度控格也行 速度是推包键也行 那么我这个地方 怎么多呢 就是用户输入的 只要看不见了 空格也行 推包键不是也看不见吗 那么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换成谁呢 反上个S 好 什么 空格 没问题吧 你这个地方 再来一个反上个T 你试试 反上个T 是不是也可以吧 反上个T 这个知道的是什么吗 就是推包键 在程序里面体现的 就是推包键 就是推包键 好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都可以匹配了吧 都可以匹配 一般情况下 反上个S 要根据特殊情况来用 一般呢 我用的比较少 这边来讲 反上个S 我一般用的比较少 因为它呢 是仅仅是用了 叛到空格 或者说来判断 空白字符 反上个N 反上个T 这些东西 都是空白字符 看不见 就是空白字符 好了 小写字母D 反上个D 这个常用 判到数字 反上个W 判断的范围更宽广 因为字母数字下不见 当然还不过中文 那么反上个S 它是判断空白字符 就是看不见的 空格呀 推包呀 反上个N呀 都是空白字符 好了 这个时候 咱就说 它的大写字母了 所有的大写字母 正好是小写字母 相反的那个 来 咱们先说 反上个D是什么 数字0到9 反上个大D 不是数字 好了 反上个S 不是空白字符吗 反上个大S 不是空白字符 那么反上个W 不是下滑线0到9 是吧 字母吗 它不是 听懂我意思吗 它并不是这个东西 反上个W 大写的W 能匹配什么 就是小W 并不成功呢 大W是不是都可以成功 其实正好 他们俩相反 正好他们俩相反 这个地方你要切记 正好他们俩相反 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说完了这一坨之后 咱们再说最后的一个点 这个点的范围 对宽广 没有比它更宽的了 它能宽到什么程度呢 简直就是在像度里边 能那个啥 好 那么看了我这 咱们回到最原始的 会对激情的这部分 我如果在这个地方 换成点 那么将来这个地方 可以说什么呢 来 咱们先来说数字 1 没问题 来 咱们来个字母 A 小写的 没问题 来 咱们来个大写的 咱们来个大写的 大A 好了 也没问题 来咱们来上一个下滑线 也没问题 请问点 现在是已经完全等于 加以反下个W功能了吧 它还可以干什么呢 来 你来上一个哈 没问题吧 还可以干什么呢 来 我来上一个 看 还可以干什么呢 就是这些特殊的符号都可以了 比方说来上一个 到了 到了 不行 来上一个 简号 大家看 是不是都可以实现了吗 G 点 范围 相当宽广 你怎么理解呢 把它理解为咱们原来在Linux里边的那个星 你听懂了吧 就是LS 星点PY 是不是所有的点PY结尾 那个星是任何一个东西都行 而且那个星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作用 任意多个 是不是也可以吧 LS 星点PY 你不管是什么点PY 有多少个字都可以 但是这个点仅仅是星里边的一部分 星是任意一个字符 任意多个都行 那么这个点意味着什么呢 只有一个 但是这一个是什么都行 你听懂我意思了 这就是点的意思 这就是点的意思 好了 那么咱们到现在为止 咱们这个匹配单个字符头 就说到这了 基本就讲解完了 接下来打开你的纵端 五分钟时间咱们大家练一下 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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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